我就說C C 就是A和B 因為全部都是有它 因為那兩個 就是租金、日子都是relate 和那個COVID那些一定relate 那我們逢是least property 因為有income approach income approach、rent那些 全部都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樣記就可以了 Write or assignment 是不是說什麼? Write or assignment 就是說 他可不可以assign 給樓下那個人 可不可以 就好像我欺回那間餐館那樣 他可以assign 給新買家 那就有個right of assignment 即是正念自主 不 assign 就是說 你是租客可不可以叫另一個租客頂掉他 是的 哦 即是好像 assignment 又不是你說的那個什麼 sup list sup list Exactly assignment 就是assigner assignee 那這個就是right of assignment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是的 就是那個 I see 即是不讓你找人頂 是的 有些不給的 有些不給的 即是一定是你做 你不做就不行 不做 你簽你是 不做不行 很多都不給的 OK 其實是很多不給的 只是硬來的 很多都 很多業主都 即是我認識你 就是我認識你 我就給你什麼就不給你 再去給其他人了 是的 有什麼 有什麼壞處 很多壞處 很多壞處 你是不是都要跟我負責 你都要給錢給我的 你都要給 你assign 了 是啊 假設你是房東 你現在租了五年三年 給Alan Alan做了兩年 Alan就想走了 想走他要找個assignee 打個比喻他真的找到 那你是屋主 其實好像說很開心 但是其實不需要我開心的 我坐定 五年三五年 他都要給錢的 他不給他告他也好 什麼都好 我不開心嗎 根本整件事最不開心的就是Alan 因為他五年三五年死是簽不到的了 但是其實呢 即是現在外面的事這麼差呢 很多 即是這樣的情形呢 都是surrender Abband 的 即是大家膽薄膽 我又不信你為了一點點事告我 那終於呢 我認識幾個屋主都是 都是 搞什麼鬼 人家都這麼慘 怎麼告呢 告都不知道拿得些什麼 這樣 收到錢就算了 是啦 行不行 反而快快出租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給他的租 沒有assignment 沒有assignment的時候 那你就掙扎了 你就說了事 你就惡了 業主一向都惡了 是 OK 下面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contribute most to the maintenance of value in a well-planned 下面哪一個呢 是對於那個 呃 well-planned residential community 即是剛才那個CID那裏 那裏 那所謂答案就是A conformity 因爲它一定要大家都是confirm才行的 那第二 就是confirm是指什麼意思 大家都要同同款 同款 同款同卡 是 即是不會一間西班牙式 一間歐綠色 一間 一間 綠色 是啊 然後第五呢 high percentage of owner occupancy C in an established 是一個已經建造好的established established stability 那 所以第五條呢 就是b for boy 因爲那個value呢 就會stable established 是已經成立 neighborhood 就是附近有鄰居 嗯 那owner occupancy 我們通常選了兩個o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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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些 那 第六條呢 一個trend 如果 它是由股價師去define 就是 去畫的 那 答案就是c 它是一些 因果的關係 就是chain of cause and effect cause and effect就是因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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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ous 你知是什麼呢 就是serious 連續 就是連續劇 或者是一連串 那 連串的 serious 那 第七 fensible of integration 和disintegration 呢 integration 就即是 說 是 它 很有特色 就是 答案呢 是b for boy 那 它因為是 會存在的 它會有 develop equilibrium 啊 有dekind and decay 那這個呢 其實onbooker的股市 會見到的 因為呢 它是說的那個 比如 busy cycle 那 那個busy cycle 或者 還有一些叫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就是說的 那 這些我會 遲些 你會寫給我 遲些說 entrepreneurship 就是在說那個 land land 是最後的 就有capital 還有什麼 有沒有印象 大家記不記得 land land labor 還有 還有什麼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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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rdination 那 原來 一個 地方 世界有什麼都好 這兩個是一起的 那 它是一定要有個資金 有個人 一家公司 一個地方 一個世界好 一個國家好 還有 有個管理在這裏 這三樣東西 齊了之後 才去定那個地價 當然 你有家公司 有個地方 或者有個國家 一定有 然後 這四樣東西 其實是 是一種 是一種 就是 就是 在那個 那個 business cycle 是有那樣東西的 你 你記得 看一看我 我 印那份東西給你們 這個是 entrepreneurship 對 屬於entrepreneurship 而那個 development 和equilibrium 就是 development就是上 equilibrium 跟著decline 那這裏 主要都是認這些字的 equilibrium equilibrium 而decline decline decline 有declay 一樣就是那些東西 來的 十 那是金人管理 急 有資金 有資金 有人力 有管理 哦 OK 原來才可以 才可以 determine 那個 資金 人力 和管理 才可以 determine 那個 就是 利用這四樣東西 其實這四樣東西 其實這四樣東西 就是叫做 el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哦 OK 那還對 El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OK OK 跟著第八條 就是下面哪一個呢 是economic characteristic 它是最好express個real estate 是有價值的 所以答案就是D 是有 第幾天 第八條 D for dog D for dog D for dog 你說它 第九條 就是 在每件 In the event a person construct a high quality home 如果去 一件事是建一間很高質素的屋 是價值十三萬的 在那個區 where the other home are value 那這個 大家答案是甚麼 A A啦 regression progression Contribution是甚麼 Contribution 給出來 是 是啊 即是其實一間屋 如果我建多一個泳池 那它的值就高了 我建多一個 即是那樣東西加建了下去 improvement 就是contribute value高了 就是這個意思 amenity amenity這個呢 挺好的這個字 因為amenity 所以contribution又可以amenity 是啊 amenity反而我們是 是說那些recreation 遊樂場所 遊樂場所 那些那些 而這個呢 我一聽amenity 我最記得就是 是用 cost approach application 因為 再同一回 income approach 就是逢是有income的 是 那 甚麼是用market approach residental 是的 沒錯 residental R1至R4 這樣呢 它就用market approach 即是我們現在講股價那樣東西 即是剛好講開 而這個amenity 為甚麼 因為這個巧 還有那個 special的 不好意思 要你 special的building 就是肯定 肯定 肯定